歡迎收看彭哥富裕錄 今天是禮拜四 明天又是這個禮拜的最後一天 而且今天是磨台結算 我們要告訴大家磨台結算 有一些怪怪的一個地方 我們等一下會幫大家做一個說明 我們的今天主題是什麼 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今天 我們彭哥一直長期在講的 我們有做一檔 包括我的同學我們的同學 他在之前將一路下來 最多賺到120萬 現在吐了 將近回吐了差不多四五十萬塊 那主要我們現在看看 他到底最後是 還能不能保留超過60萬的一個 獲利 還是 就 他還是會再回來我們的100萬到120萬 甚至200萬的一個 一個價差 所以今天彭哥要告訴大家 我們會拿被動元件 的華興科 來當做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一個 角色 所以我們要 而且因為這一波是整個都是 空方趨勢 我們是做空區 我們就是要判斷 今天是不是有可能會變成多區的開始 好 我們的主題是什麼 被動元件 進入多空轉向區間 就是現在 跌身的反彈 反彈久了之後 他想要變成多頭 他過去多頭他會有一個 檢查站 到底是多還是空 多還是空 只要站上這個檢查站之後 他就是多 如果他沒有站上去的話 那他還是一個空方的一個形態 就像南北韓一樣 中間有一個柵欄 不讓過去 你只要過去了 你就是北韓的人 就這樣子 我們在南韓 我們想要 前進北韓的話 你一定要過那個 我們講多空區間 我們要超過他 再來就是 空方的 停損的關鍵是什麼 我們做空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應對 未來 我們有做多的時候 一樣的 會有一個位置 就是 多要變空 這個位置是什麼 跌破的話 他可能就一路崩下去了 所以在這個關卡當中 我們一定要很明確的去做一個 定義 好 那我們要告訴大家解答是什麼 只要改變 我們講的 改變空方趨勢的一個架構 是什麼 原本我們的空方趨勢他的走法就是 現在的D會破 前面的那個D點 假設前面100塊 這邊就是98 96 這個就是 我們的D都會破前面的D點 那高點 本來是最高是120塊 變成118 變成116 那他是這樣子 這樣一個震盪走下的 一個走勢 但是他如果要改變的形態的話 他的D點 也會有可能會破D 有可能不破D 但是他的高點 會過前面的高點 或是等高 這個就是 一個行情準備要 轉向的一個開始 所以我們拿滑到信客來講 就是要去找前面 這個位置 他有沒有 改扭轉 區間的一個 現象 所以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 要凹 要凹的合理 也不要凹的過頭 有的人就是從頭到尾都在凹 都在拚 賠了340% 還在拚 這樣子是不對的 我們要告訴大家 當 確定行情會一直往上走 那我當然我要停損 如果只是 甩來甩去的一個區間的話 當然我就會無視他 我就是不要讓他改變形態 我才會持續的 爆下去 這就是 我們為什麼堅持看 被動零件 做空的一個 狀況 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華信特這張圖 昨天在我們的 FB 還有我們的 Lite的 主頁上面 我們都有提供這張圖 這樣會比較清楚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條曲線 就是我們的 這邊 有一個320 好這320 是什麼呢 彭哥告訴大家 空方趨勢獲利 關鍵的一個位置 為什麼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來這邊 因為前面的高 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的這邊的高 我高站中 中間好了就這樣子 對準他 對準他 好這裡 這邊的 這邊的高準備要去 挑戰這邊的高了 所以我們就會拿兩隻K盤來做一個比較 盤中他會有互相刷來刷去 就像今天早上一開開在319 好 開完之後迅速的往下面掉掉到批盤下面 目前 今天他應該是會有一個 往上攻擊動作去挑戰320 挑戰320 那挑戰上去的話 最後收不收上去才是關鍵 如果要收盤的話 彭哥會在 真的上上去的 我們1點 大概1點 24分之前 我們就決定 要不要把這個空單 把它全部補掉 我們做法就會是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我們在這邊很明確的就告訴大家 做單要有一個明確的指令 指令就是說 只要什麼東西搭什麼東西 這是固定的 你不能 今天 用A方案 明天用B方案 後天用C方案 外面的人就教你9981種方案 所以哪一個對 你就拿一個來套 沒有這樣做的 這樣就要說 會死人 就像 炒飯 人家就是炒鹹的 大家吃的習慣 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 醬油 比例多少 位數多少 然後再來就是 蛋要打多少 這都是一個定量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做 我們做股票也是一樣 我們的參數就是把固定化 站上什麼樣訊號 他就是轉多 當下就要出場 就是這樣子 我們很簡單的就是告訴我們的 投資朋友們 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我們來 順便我們來討論一下 最近的一個 一個狀況就是 我們的多方跟空方 有可能有機會現象 最近都急拉之後急殺 急殺之後再要急拉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問題 在很多人就說 去年我很好賺啊 為什麼今年那麼難賺 好我們來告訴大家 2017年 我們的家權 家權他是多方趨勢 我這邊也是一樣寫 2018年還是多方趨勢 但是他們差在哪裡 就差在多區能量 好彭哥這顆大頭 遮住了四個字 把它移開 我們告訴大家2017年 為什麼你做多 用價值型投資法 用什麼基本面投資法 用營收投資法 利多投資法 本夢比投資法 這麼多投資法 都會讓賺錢 因為他就是多區能量是增加的 所以你用 符合多投的型態的 的參數 你都會很容易成功 但是 在2018年之後 我們多區能量他是縮小的 等一下讓大家知道什麼叫多區能量縮小 我們告訴大家上漲能量就是決定趨勢的力量 我們講的 區均線的 開口 交叉的一個開口 就是我們的能量 能量縮小就是準備方向要轉向的時候 好 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好 彭哥這邊有劃成兩段 這邊 你會看到 上漲能量結構擴大 這是2017年 整個沿著我們綠色方向線一路一直往上走 好 走到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今年的一個2月份 到這個地方之後開始做一個過高破低的動作 然後 當他過高破低的動作 當時的我們的多區 開口是擴大的 所以我們的行情 很容易就一直往上走 好 但是在我們2018年之後 我們同學就看一下 他的開口開始縮小 結果他 高點都不太想要過高 我們剛才在講的 趨勢就是要高要過高低不破低 但是他的低點已經破到低點 高點還是有過高 所以他的行情準備要轉向 我們要告訴大家 這樣子的話 上漲能量縮小 這邊來看一下 上漲能量縮小 行情會忽多忽空 進入盤整格局 告訴大家現在就是進入一個盤整格局 1萬0500到1萬1 這個區間不斷往上撞 從這邊的 周線這個是周線圖 告訴大家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好 那彭哥就是把今年的一個日線圖加進行指數 用日線圖來表示 你看 幾漲幾跌 幾漲之後再幾跌 所以現在的行情都是這種 連續上漲之後的一個連續下跌 所以你要告訴我為什麼一直告訴大家 我做多 很怕 我比做空還要怕 做空可能賺沒多少 可是 做多在前一陣子有沒有發現 一多錯之後就10% 20% 30% 有沒有感覺我做空其實 我就算吐我也沒吐很多 我還是賺錢 可是很多人就沒辦法接受 但是他做多賠錢的時候 或是不看盤 就是有這樣一個現象 為什麼彭哥那麼斬金節銜 告訴大家 這就是冬年來的一個交易經驗 彭哥的實力不只是 交易明確 再來就是我的操作方式 是經由無數 無數次的成功與失敗得來的 昨天我在外面跟朋友吃飯的時候 我每次在討論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可以講那麼明確 而且講那麼頭頭是道 因為我告訴大家 因為我是從 失敗的地方 不斷的 改進自己 所以才讓他 讓我自己的 財富有所改變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現在失敗沒有關係 你要懂得及時 調整你的操作方式 這樣子你才會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快速告訴大家 今天結論是什麼 一樣的 華星科 我要告訴大家就是 今天的收盤價320 站得上去我的 我們要講收盤價 百分之中過不過去 跟我沒有關係 我只要確認 最後B 就320 我們就會認為 空翻漲詞結束 我就會把公單 出掉 這時候我們就先預告 給同同學知道 一樣的 好 目前的加權結構 他是 上漲能量縮小 這剛剛講的 我花一段時間講的 好所以他會出現暴漲暴跌 切記能量線是關鍵 當 之後破能量線之後 這邊彭哥會再拿出來講 讓同學 想一下說 原來彭哥曾經有說過 好 再來就是 今日磨台結算 台積電強拉盤 一樣的你要注意今天是磨台結算 感覺上他就是硬 應用台積電拉起來 其他的股票 都在往下面壓 你這個東西你要注意 我們告訴大家 小心結算後 小心結算後 行情可能會 因為 台積電連續拉好幾天 都是 強漲 強漲 跳空漲 3%4% 好所以你要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 現在 洪師傅 告訴大家 為了生活 我能忍 但是虧錢我不能忍 或者是想賺錢 我也不能忍 我就要去把錢強過來 我要告訴大家行情準備發動了 想不想賺錢 想賺一堆大了 我們的後天 今天禮拜四 後天六日 彭哥會在台南 幫助大家 怎麼樣子避開 不對的風險 讓大家做一次 30%到50% 甚至一倍的一個暴力 如果那個方向他沒有100% 沒關係 至少30%不會讓你賠錢 我們要的就是不要讓你賠大錢 別人賠錢我們是賺錢 這才是關鍵 我們在台南 集合 練習 怎麼樣賺錢 很重要抓錢 好 搞笑完畢 所以我們要認真告訴大家 如果你想跟彭哥一起來拼 花一點時間 給自己一個機會 讓大家一起來賺錢 上完我們的 9個小時的一個 完整班之後 後面我們還有盤中 實戰班 等的同學 一起來 充實 盤中交易經驗 好 彭哥富一路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